HIT FM 联播网 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 中部 FM 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 南部 FM 90.1 高频广播电台 宜兰 FM 97.1 中山广播电台 花莲台东 FM 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Great musical day yeah 只想听音乐 兔年到 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你啊恭喜你 你不是要接吗 陈思汗 没有 我要接每一条大街笑笑 陈思汗他完全就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会讲话 他就自己在那边等 对啊 因为我今天想当嘉宾的感觉啊 你就是不然你是什么 我今天多有福气啊我 今天初六不是吗 对初年 对啊六六大顺 六六大顺耶 遇到你们两位我多幸福 感觉呱呱的买起来今天 好啦大家你们现在收听的是HIT FM 联播网 今天是大年初六 我是娃娃魏如萱 我是GJ讲卓佳 我是陈思汗 Hello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又过一年了 真的耶 怎么这么快 对 真的很快 我还记得陈思汗好像就是拿雪糊来给我 我不是才刚好像昨天发生的事而已 对 什么水壶我怎么知道 嘿怎么样 我之前有送来一个水壶 超大的水壶 而且你知道我已经刻板印象到 我只要有看到柠檬水这东西 我脑袋里面就会出现 是啊 柠檬水 哦因为可能是不是维他命C 对维他命C 而且那是很原始的维他命C 身体可以很舒服的吸收 诶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喝的 早上啊 我喝很久了 诶我差不多喝了快半年了 他是有加蜂蜜 生蜂蜜 哦 我是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空腹 然后半颗柠檬 嗯 然后100cc的水 对 然后再一汤匙的生蜂蜜 生蜂蜜也不是蜂蜜 那你下次也还可以加一点苹果醋 可以 真的吗我要 然后而且你还可以加 我上次就找你要的姜黄粉 对对对可以 就是为了这个 这两位 我原本以为自己在这边是 好像蛮养生的开始 原来你们早就啊 但你跟他说那个生蜂蜜 他好像很难买 他都没有 他就说他帮我买到 现在还没帮我买到 很难订欸 都年都过一年了还没买到 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网路上 大家流行在喝这个 还有西芹汁那些的 就很养生 大家你有听过吗 西芹汁是排毒啦 对等等 然后那个时候我要去订那个生蜂蜜 真的都缺货 缺到现在 所以我还没收到 对啊还没 我是想要帮我买 生蜂蜜跟熟蜂蜜 是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欸 就听说是比较好 就是没有加工过的 就是现彩的 就直接装罐 哦就是会有 里面会有杂质的意思 应该也不是杂质 应该就是很天然没有进行加工 可能有一些蜂蜜 我不知道你买的 可能就是有加工过的 加工蜂蜜 那我现在是在吃那个 manuka manuka honey 纽西兰的 对 honey 那个很好欸 那个细数 那个数字 就是数字越高就越贵 那个对喉咙很好欸 非常好 它的封胶也很好 对对对 我有时候过敏 然后要唱歌 我就会用汤匙 瓦一匙 然后放在嘴巴里面 慢慢含 对 这很有效 大家如果说整个过年 你知道吗 你大吃大喝之后 听我们这三个人 分享一些这样子的 你也可以学起来 苹果醋真的很好 像我的苹果醋是自己做的 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 而且我的就是还可以苹果醋 然后还有梅子醋 是 现在还有樱桃醋 哇塞 樱桃醋 对其实大同小异 那你的成本不就报告 那你的成本不就报告 你要说人家送的啊 哈哈哈 太多吃不完 哎呦 这是重点啦 对 就真的可以 我觉得醋真的是蛮好的 嗯 对对对 所以大家真的过年吃太多了 年糕啊 一些什么吃太饱 我觉得饭后喝一点醋 可以帮助消化 对 nice 学起来哦 那你是爱吃醋的男人吗 你是说真的爱吃醋 还是嘴巴吃醋 你说呢 都爱 都爱 哈哈哈 谁不会吃醋啊 喂 你真的很爱吃醋 当然会啊 我刚刚只是想说 就开个玩笑 结果他挖洞自己跳 他真的是爱吃醋 我没有那么大方法 那你分享一下你吃醋的行径 会是什么 对我们想听 哦我的另一半不会 不会让我吃醋了 但是我是会吃醋的人 怎样我想听 什么情况 可能就 什么叫什么情况 譬如说初六年给你拜年 那还好 那个 那会怎么样 那还好 或是说一直 看这个手机笑 一直看手机笑 直接穿过来看 跟谁聊天之类的 哇 欸很那个 不能看手机吧 你看原来在看YouTube 在搞笑的影片 你会看对方的手机吗 不会 隐私不会 绝对不会 那陈赛 我 我应该不会吧 我目前单身啦 但是我以前也不太会 欸欸欸 我目前单身 哈哈哈 哎呦 这两位可以 目前会吃醋的只有你而已 哦 OKOK 没问题啦没问题 我爱我爱 陪你一下我吃很酸啦 我很爱吃酸的 柠檬类的啊 还有什么 酸菜白肉锅 哦我也爱我也爱我也爱 而且我每次都会想 就我们有时候两三桌嘛 很多人 嗯 然后我就会 预先就问大家 你们吃酸的过来我这一桌 然后那锅一来 我就会说老板加酸菜 最酸 哇 我喜欢很酸 会开胃 很开胃 对 聊到现在我饿了 我也是我是不是有点很饿 我们刚刚不是在聊养生跟剪剪剪吗 对然后瞬间又聊到这个吃货的人 不是说过完年应该要收心吗 我觉得陈赛 陈赛没问题啊 陈赛很会养生 对身材又保湿的好 又会养生 他捏捏超大的欸 那个叫胸肌哈啰 欸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啊 他就说 你怎么没有拍那个穿薄纱的那一种 雷哈娜都拍了 然后我就说我不敢 我就不好意思啊 然后就说你看 你看现在拍的人是他 哈哈哈哈 他那个胸部跟我怀孕的时候差不多大欸 哈哈哈哈 还好啦我不是薄纱啦 我们这个话题换的真的是有点快啊 从养生然后到尺 那你为什么没有漏 人家都有漏 你为什么没漏 哎没有料 可以练啊 但是练就有了东西啊 没有料你知道吗 没有不是那种不能改变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第一个 我觉得 我觉得世安天生你喜欢 在就是可能 哎不对 你不喜欢吗 我记得你有问过我 我还开过菜单给你 我想要可是我 那你怎么现在不了了之 你有开菜单给他 我还跟他说你要怎么练怎么练 你要做什么先 我自己觉得我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对不对在你家 我们聊超久 你知道把那些练很大 然后拿一把吉他 然后就弹吉他 当然很卡 你刚刚明明就说是胸肌 啊胸肌 对不对 胸肌 你的不会卡呀 哪会卡啊 你问他 他有卡吗 好啦其实真心话就是自己太懒了 天秤做的都很懒 我有一阵子其实有努力过 我之后给你看照片 我给你们两个都可以看照片 那你现在拿来给我们看 快点 我现在找不到 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我那个时候有一整年 然后是很瘦的情况下 然后我每天都会做三百个伏地挺身 三百个 对很夸张 就可能没有到位那种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我练到就是 那个体脂肪非常非常低 对对对 我有拍了一张照 他就是为了拍一张照片 好了可以吃了 这样子 对这个应该是十五年前的事 OK 但现在科技很进步 现在有很多重训机器 我还有问题要说 科技很进步你自己拍张 然后直接手机APP 可以把胸肌肌肉贴上去 那你练得很辛苦吗 你那个 辛苦啊 拍照的时候 你都会先在那边做运动 然后说好可以了 会 会 那个叫冲鞋 就是会像有些人 好色喔 不是啊 喂 过大过年的 妈妈 然后呢 就是我们像有些人 会做福利挺身 然后我不 因为我的胸肌本来就有点厚 所以我就刻意不做福利挺身 因为如果胸肌也冲起来 就会看起来太多 你看我就说 他内力超大的吧 但我会做背跟肩跟手臂 就是先稍微热一下 让他稍微有一点膨胀 因为我知道你好色 因为我在 哈哈哈哈 哎哟 怎么今天很禁忌的感觉 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在我们那个 那个颁奖典礼的后台 遇到衬衫 嗯 我跟你讲我就是在那边 他裸体吗 没有他是穿整套西装 然后他的手臂超硬 他真的有在练 有有有有有 我现在摸一下 摸一下 哇塞 比我大腿还要粗 他不是 比我小腿还要粗 他不是粗他是硬 啊哈哈哈哈哈哈 都有 哎 怎么这个话题 喂 哎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从养生 不是要半年吗 然后讲到健康 半年 对啊 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今天是初六 大家已经在家软烂抽多天 真的 吃什么那种 核桃糕啊 肯定半熟里 全部应该已经吃掉一大半了 乌鱼籽 乌鱼籽一定要吃的 你们过年最好 刚刚你有讲暗帅 我乌鱼籽刚刚定 我昨天刚定了 你刚刚才定 哦 因为过年想要吃 哦哦 好 你知道今天初六吗 我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 我刚刚也是 我过年前刚刚定 哦 然后今天才到 那乌鱼籽 对今天才到 你会配苹果 还是配萝卜 好久啊 萝卜 哦萝卜 哎我是苹果 苹果好吃 我喜欢苹果 对 都可以啦 是不是有人会配哈蜜瓜 有 是不是 还可以配什么 好像也蛮好吃的 我们全部想出来 反正我就是很爱 很爱乌鱼籽 一定要吃 过年没有乌鱼籽 我觉得不对 可是我不会自己弄乌鱼籽 嗯 会干掉 会怎么样吗 你可以试试看 就想说 我会想试 对耶 我没有想过 因为我的健身餐都用气炸菇 我贝果也是丢进气炸菇 我的鸡胸肉也是丢进气炸菇 真的鸡胸肉 哎你可以开菜单给我吗 对我想说那个要很久 舒芙蕾 舒芙蕾 那你要把蛋白先打发吗 蛋白 对 舒芙蕾啊 不是啊 它是那个 舒 舒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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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那边 我还在那边 舒芙蕾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舒芙蕾肌肉 sorry 我多讲了一个字 要不要播许光翰的舒芙蕾 我以为简单有舒芙蕾 有舒芙蕾可以吃 我们可以来唱一首 就是来写一首舒芙蕾 不行 那个被许光翰抢走了 对啊 他我刚刚就唱了 那我们就只好舒芙蕾 舒芙蕾 舒芙蕾气炸锅 欸你可以开菜单给我们吗 我觉得我跟 我觉得我跟蒋卓嘉很需要欸 对我 还好吧 要要要 没有啦应该说 我们又需要那个菜单 然后又需要去靠他 推荐给我们就是 健身的方式跟方法 我觉得是要两个要一起的 不能够只是 也是要搭配上运动 先很重要 运动就是你受到一个程度 再来运动就好了 欸其实我完全赞同 你看 像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体脂可能20多 然后就一直想要去健身房 推肌肉 去练肌肉 我就说你不要 你这样子你会非常挫折 因为不管你练了多少 你都看不到 然后我就说你先剪脂 没有下来 其实在那边但是 背那个厚厚的脂肪 大概剪到15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每一天练的你都看得到成长 嗯 对然后你就会更有动力 那要怎么样收下来 就不吃吗 我刚是不是叫他给我们菜单 就是不吃 想要吃 想要吃 就只喝柠檬水 没有要吃要吃 要吃吃 然后但是少量多餐 你那个只喝柠檬水 少量多餐 然后然后 然后那个叫什么 carb不能够 对不能断碳 什么carb carb carb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不要断碳 我听成carb cup啊 乱听 carb carb 你今天怎么都往那个方向去讲 什么啦 碳水化合物是怎样低碳 呃就是不要 不要太低碳 然后也不要断碳 因为有些人 可能觉得说我要减肥 我就不吃 任何的碳水化合物 面粉类的东西米啊 精致淀粉不要 真的 会更容易胖 反而会更容易胖 我们的体脂 其实是一个保护机制 然后如果你没有粮食进来 他就会觉得说 好可怕啊 没食物了 我要抓着这些脂肪 然后任何进来的东西 我马上转变成脂肪 我觉得你不觉得 听陈珊讲话 都很有说服力吗 陈珊你现在快点开菜单 给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有没有想过要开个餐厅 有没有想过要开个餐厅 我用我的节奏 安排自己的store 自己的store 这个身上 我有完美的意外 的意外 听着首歌出动了想爱 人生人生 有些好 有些怀疑 今天是大年初六 我是娃娃威如轩 我是GJ 讲作家 我是陈士安 我们三个有 臭在一起有够丑 那我们三缺一不能打麻将 诶 你会打吗 诶 你会打吗 我不会 你看 我也不会 你也不会 诶 你也不会 娃娃也不会 我看起来很像会吗 是 你看上去很会 你看上去很会自摸 蛤 什么意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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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喂 这个笑话不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己摸自己就好 哈哈哈哈 喂 那是天赋这整个 寂寞 寂寞 就好 好啦 过年不要讲什么寂寞的 自摸 自摸 自摸就好 糊了 祝大家都就是把把自摸 对 赢钱赢钱赢到 对 脸起来 脸石拉石庄家 胡抱他 对 我们这里面只有他会啊 那我们是 还缺三个人 陈珊感觉什么都会 你他好像没有不会的耶 诶 你可以说说你什么不会的吗 我我不会写歌啊 我写歌不好听 你会你其实会写歌啊 对啊 你就觉得没有你写的好 你还没有被开发 诶 你写的比我好 我就不用帮你写了 也是也是 我就没用了 还有什么不会 他除了写歌还有什么 对啊 但你会唱歌啊 对 唱很好耶 你也会唱歌我们都会唱歌啊 对 对啊 那你什么会 不一样的唱歌 对你什么不会 料理也会 他我跟你讲 你有没有看过他家的那个储藏室 他超会收的 我有听说过 我有点微微的强迫症 他有强迫症 很好 但是我今年快崩溃 过年前 因为我太忙了 然后有尾牙记 然后我又准备演唱会 然后刚好又发新歌 在走宣传 然后大家在大小处 然后我就 我就真的快崩溃 家里都堆一堆东西 堆一堆 然后因为有很多厂商 会送礼物嘛 他都送给我们嘛 就堆在那个入口处 我就会觉得很生气 我家现在还是这样 但没办法 就是 我家现在是最干净的 很谢谢大家的照顾 对 好啦 因为你有另外一半啊 会 对啊 没有啦 我有扫地机器人 然后 扫地机器人不能帮你打包 你应该说我搬了新家之后 其实在搬进去之前 就已经把救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部都已经丢光了 他刚刚讲什么 等一下 各位大家有听到一个关键字吗 买新家 那是有一阵子了 去年买新家 还有 他买车子 买房子 又买车子 那你什么时候生孩子 去年有房有车欸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 对啊 有房有车 快点 对啊 怎么快点 快点生孩子 他其实真是个sign 没有 我就说你去 欸 其实 路易借我玩 那你猫拿来啊 哦 我跟你讲 他穿爱他的猫 我说你那猫他很小的时候 我说你可以借我吗 没有 重点是他不敢出门 他看到陌生都吓死了 你觉得我儿子看到你不会吓死吗 不会 他在电台看到我 他有跟我打招呼 他有礼貌欸 对对对对对 他好像看到任何人都不会 不会怕那种 对 他蛮不怕生的 对不对 他也不怕一头 一头引发的 妈妈 妈妈他头发怎么 是这个颜色 他肯定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妈妈他是阿伯吗 叔叔的头发颜色怪怪的 他现在很喜欢讲阿伯 为什么 他看到你他就 是阿伯吗 为什么 为什么他喜欢讲阿伯 他就最近很 你的头发就接近白色 你知道说说这个 其实我蛮那个叫什么 三八的 就是因为我看到我朋友的小孩 看到我叫叔叔 我说不要叫哥哥 你叫人家叫你哥哥 你好意思 对 其实我也好意思喔 你也是 我也是这样子 坚持坚持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欸 我那天坐一个那个计程车 然后因为就是路里在车上 就我儿子在我车上 他就说欸妈妈 那个什么是什么意思 然后那个司机就回头看我 他说你是他生母吗 然后我就说 生母 他说他就是他开车 然后常常会载到小孩配妈妈的 然后就是有生母 有继母 有保姆的 然后一开始 他一开始以为我是保姆 因为他觉得我太年轻了 然后他说 等后来一上车 他就叫我妈妈 他说原来你是生母 大哥好有趣喔 然后大哥就说 以后出门 你要叫妈妈叫姐姐 然后他就这样 姐姐 还跟我叫姐姐 我就觉得好 好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行欸 欸可是你知道很有面子欸 再过几年 他在长高的时候 然后你跟他去买东西 大家都会说那是你的 你的姐姐吗 因为我妈以前 你妈跟你 我妈已经想像了 刚刚你想像一下 那个画面暗爽了已经 我看到你的脸 快点有什么抗老的啦 还好吧你现在状态很好啊 对啊 就是胖一点而已 哈哈哈哈 还好啊状态很ok啊 我需要一些菜单 就过了年 然后我们 看来你过年没有乱吃 对吃干净一点就好啦 嗯 瘦瘦心 瘦瘦身 瘦瘦你的皮夹 不行 我就说要赚钱赚到兔了 大家如果想要瘦瘦皮夹 可以来我的演唱会 3月19号 你不是卖完了吗 不知道啊 或许那个时候 现在不会有机会 加场了呢 对对对 连输入法都记得你 still remembers 还有 为什么我们要用愿念的方式来介绍 still remember 连输入法都记得你 3月19号 Zap New Taipei 对3月19号 你说一下啊 你说一下这首歌 它其实有搭配剧 对不对 搭配History 5 就是第五季的一个剧 叫做 遇见未来的你 对然后这一次我是其实 已经知道要跟这个剧合作了 所以我在做音乐的时候 有特别想要营造出一些 比较带入感的感觉 然后其实有好几首歌 然后目前大听到的 连输入法都记得你是片尾曲 对 然后我也很喜欢 因为是一个新的唱法 你有因为输入法 然后不小心传错这句吗 我有很多次 我好像没有过 有 有会打错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能 没有传错过吧 没有欸 为什么 传错给别人吗 没有你就是按太快了 就是你 你打了一个字 然后你按传的时候 它换了 然后就传上了 对 就是说你要一助你健康 然后就不能打 助你见鬼之类的 哈哈哈 会啊 不是 我曾经有一次很尴尬的经验 是我在一个工作的场合 遇到一个前辈 女生 然后是天后级人物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交换了line 然后因为大家都在工作的状态下 然后我就想说 那就快速的写下我是谁这样子 我就写 我是陈诗安 对 然后就按上去了 结果 然后我没有发现 然后跳上去变成我是陈诗安 哦陈诗安 对对对 他他他 对 这名字很容易 然后我没发现 而且过了很久 他都没有回我想说 为什么对方不回我 然后我再去看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传的我是陈诗安 那你就把他收回啊 来不及他遗毒了 来不及 遗毒 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很尴尬 然后因为就是前辈 你知道又 但你那个还好 你就是可能就是把名字打错了 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打到很尴尬的 比如说 我不知道 我现在想不到 但可能就是尴尬的 我们俩刚刚都讲了 你自己广告的时候好好想一想 你看刚刚有个陈诗 陈诗安 然后刚刚有一个助你见鬼 哈哈哈 你自己想一下 你有没有出过什么错 我们进广告一下 好进广告 好 好 你上我箱子群 轉一下 我覺得我真的可能需要一些溫柔 因為我就覺得我太男人婆了 你會嗎 不會啦 我覺得我有時候 男人婆在哪一點 蛤 你看不出來我剛跟你聊天聊這麼久 還好啊 我覺得還好 我不就一直這樣 你不是這樣 欸 幫我抱個紅包快點 而且你知道嗎 我每次看到你在台上唱歌 我都覺得你超級有一種女神的感覺 騙人 真的 你剛剛說那個後台 這個我也加一是 那一次我就是去她的她的休息室 敲敲門 然後一開門進去看到她 就是裝扮好 然後坐在那裡的樣子 我覺得哇天啊 怎麼會那麼漂亮 天啊 真的 你們兩個 而且你真的有溫柔型的感覺 沒有 我覺得我就是差了一點溫柔 真的 可能你的溫柔你自己沒有感覺到 可是 可是認識 可是認識你的人都感覺到了 包括我的手機也感覺到了 真的 對啊 路也感覺到了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是我新年兔年 就是我要學的事情 新功課 對 就是體會自己的溫柔 嗯 可能把胸肌練大一點 哈哈哈哈 就跟你說他等一下會開菜單給我們呢 好啦 我們就照著那個菜單去吃 就可以幫助我 我就剩下要他出書好不好 不行了我才剛出完一本 欸可不可以變成是你的 你的你的新年的再出一本 再出一本啊 對啊 其實他們有 健身啊 我的歌名有很多人都一直在催我出第二本寫真書 嗯 沒有我們要那寫真書加菜的 哈哈哈哈 要如何練 讓別人看到你身材 你要教別人怎麼樣 可以練成這樣的身材啊 菜單我在傳簡訊給你就好了 欸他真的會給我們 對 陳詩安說到 而且 而且我那時候對 娃娃超嚴格 很嚴格 我還說你要跟我回報你吃了什麼 對對對 然後他有時候工作蠻忘了回報 我還說 你還沒回報 他真的是很好的教練 那你可以分享他跟你講了他吃了什麼 沒有就是拍照 是健康的嗎 健康的嗎 對但是就久了嘛 然後後來就忘記 然後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但後來我還是有瘦 對 但我覺得 眼鏡位前我記得 對 吃這件事情真的好難控制 因為有時候壓力一來的時候 哇 真的嘴巴控制不住 你是會吃零食的人嗎 是 他點頭 零食不行 每一口零食就是啟動一次胰島素 胰島素好害人喔 老師 老師我有問題 不好的東西 胰島素 老師我有問題 嗯 那如果今天譬如說 你剛剛說 堅果就不能 像那種堅果類不能配脂肪 那如果我今天吃東西 不是 堅果類不要配碳水化 喔 碳水化 對 堅果不能配米飯 堅果不能配 不要大量的 可以一點點 就是 營養均衡的比例下 但如果你要吃零食 比如說我今天要吃一個甜甜圈 嗯 它裡面有 什麼cream 那是脂肪 奶油 然後但是它又有糖 它是碳水 嗯 然後它又有那個麵粉什麼 就是碳水 嗯 那這樣子的東西 就會很容易胖 喔哇那個甜甜圈上面 撒那種堅果那種 好吃 對 就超容易胖 但超好吃耶 不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譬如說我今天想要吃甜點 我是不是就不能在餐跟餐中間吃 就是我如果今天吃東西 好我就在我那個健康的飯吃完之後 就趕快再吃一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你看 超假包 像我有時候真的受不了 還是可以吃啦 要有方法吃啦 像最近就是過年很多人會送禮盒嘛 有些朋友會送那種很難訂得到的 那種什麼桂圓膏 然後什麼什麼蛋黃酥 對 怎麼辦 超想吃 連我都超想吃 我就會吃飽飯 就一次過把那些零食全部都吃掉 但是不要等一下再吃 不要等一下 因為你這樣子就等於是 你只啟動了一次胰島素 然後他就是做他的工作 然後就是就過了 但是你如果把它分成五次 在一整天不同的時間點吃 那就是啟動了五六次 但是我覺得過年真的沒辦法管 我覺得現在所有的聽眾說 完了我一直吃 一直吃沒有聽過的吃 就一直儲存一直儲存 沒關係我們現在知道這個 這個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明天就可以開始 就一次啟動不是嗎 就是一次把你喜歡吃的零食全部吃一遍 都吃掉 對啊 對啊就是不可以分開吃 不要一直讓 胰島素在那邊 那我每天都可以這樣進行一次嗎 不行啊 你就是 你可以有cheat day cheat day就是 就是有一天 欺騙日 欺騙日對不對 你可以 cheating on you 忍不住想要這樣 那是誰那個 Charlie Pooze 對 OKOK 就是反正就是啟動 啟動次數要減少 減少 對 就不會儲存那麼多 對啊 哇賽 學到了 對啊 好厲害 連一道書 都記得 對 我要 我要 這是什麼讓人壓力的話題 大家在過年 沒有啦 我是要再說一次陳詩安的演唱會 是啦 我的演唱會叫做連一道書都記得你 3月14號在Zap New Taipei 19啦 19啦 可能是連一道書都記得你那一場是搬在3月14 對有可能 3月19號Zap New Taipei 陳詩安連輸入法都記得你的這個演唱會 我相信他到那一天他真的逼死自己 你看 他到那一天他現在狀態很好 到3月19號那天他可能又 更好 Feed 嗯 希望 你可以偷偷一下演唱會嗎 你歌大概已經弄好了 還在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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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因為我想要微調一些東西 嗯 對然後 大概會有多少歌 應該二十多 很多耶 對 蠻多首 我還在考慮要不要做主曲 會 好謝謝我很喜歡那首歌 會 嗯 很喜歡 Nice 然後可能服裝上有一些小心機吧 你就不用穿那拖 你幹嘛穿 你幹嘛穿衣服 喂 還是要啦 薄薄的就好啦 對不對 穿薄衫 可以啊 對歌迷想看 然後裝孕婦的肚子要穿薄衫 趕快去陳詩的Facebook IG跟他說 他沒有小褲他就是內內很大 是胸肌 好胸肌胸肌 連內內都記得你 哈哈哈哈 這樓已經歪到 不知道去哪裡了 好了 3月19號 我們一定要去Zap New台北 看陳詩演奏 我看他那天會有多Feed 我看他衣服就要換幾套 多少心機 休息一下 今天是大年初的 我今天很開心可以跟陳詩安 嗨 也有GJ聊天 我是溫柔型的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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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有一點慢手吧 對不對 那你是什麼型 我O啊 我一看就是O 你也是O型 我是B 我是沒有邀的O 我是B型 你是B OB B B型是怎麼樣的人 我不知道 我認識B都滿笨的 你這樣 你知道得罪多少人嗎 慧如萱 沒有 我是說那個笨是天真 但是因為我跟你很熟 爛慢 他說你爛慢 但有時候我真的滿笨的 很簡單的東西我不會 他自己承認自己承認 就難的東西我會 但有些很簡單的東西 就生活上面的 例如 我要爆料我要爆料 好 陳三說 他不是買新車嗎 對對對 我愛得要死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那個貼紙什麼都不願意貼 然後我還說我要撕 就是給他撕掉的 我說我要撕 然後他就說 那個要死嗎 想很久 對 什麼哪一個地方的 然後隔天我撕掉 就是那個dashboard 前面的 前面的 對 儀表版 他可能想說等過久一點再死 而且他的螢幕是觸控 然後觸控螢幕前面有貼紙 因為我想說他就是好像 馬上試 你是以為自己還在試駕是不是 沒有就好像你拿到新的手機 你想要趕快你看那個螢幕不想要刮花 對不對 你就想把那張東西貼在上面 不會我們會貼螢幕貼好嗎 對啊 我們不會留下那一張 你車上會貼螢幕貼嗎 我是用手機的 哦 但我就覺得就是一個新的感覺 哦 對 所以你買新車 所以你之後來上班就不會再騎那個滑板車的話 也會 天氣好的話夏天我就會騎 哦 我沒有放棄他 哇你從滑板車 跪到新車 新車 然後咧 然後還買房欸 所以你看是不是很適合生孩子 有房子有車子 差不多是時候了 2023年會有好消息 對啊 你會想生孩子嗎 你說音樂嗎 你不要這麼偶包好不好 我試試問你是 好啦你問我喜不喜歡小孩 那麼偶包的人我好開心喔 就是他 No.1 沒有啊 我是喜歡小孩的人 嗯 對啊 賣什麼關子 沒有我就喜歡小朋友的人啊 對啊 未來有小孩是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不排斥是不是 不排斥完全不排斥 喜歡男的還是女的 哦女孩 想生 想生 如果要選的話 我自己比較喜歡女生 女生跟爸爸比較親 想生幾個 可能兩個就夠了 一男一女的 還是兩個女生 一男一女好了 如果生兩個的話 如果生一個的話 女兒 好 貼心一點 OK 祝福你 新年快樂 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另外一半 可能是想要男生或什麼 對啊 哦 我再問問看 你想要生男生 沒有我說她 她的另外一半 對啊 那就一男一女了 一個好字嘛 你們幹嘛兩個人silent 陳生你看 你會不會想要再生一個 未來 哈哈哈 欸你會不會問問題啊 我就跟你說我單身你相信 要 再說啊 好再說 你看他知道自己問錯問題 對 尷尬了一秒鐘 堵住你的嘴 這就是B型 B型就是尷尬 你看他就笨笨的 對對對 就這一塊笨笨的 對但就是 這就是狙嘴比較可愛的地方 謝謝謝謝 我都冒汗了我 沒關係我幫你跳 我們跳過有話題 好好謝謝謝謝 那個陳香我有問題要問 因為因為你是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人 我今天一直忘記問 馬來西亞有沒有什麼過年 就是跟我們台灣不一樣的 習俗 就是有沒有什麼東西要吃的 吃的蠻多的 我們有那個撈身 欸我真的很喜歡你 七彩的那個 那是什麼 那是最高 你先解釋一下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它其實就是七彩的盤 就是一個很大的盤 然後裡面有很多材料 然後會有生鮭魚 鮭魚片 然後會有一些各種顏色的蔬菜 然後都是一絲一絲的 然後比較豪華的 可能裡面還會放一些 比較貴的東西啦 然後像鮑魚那一種 然後它會有一個像魚片的屑屑 就是倒上去 主要是一定要圍成一個大圈圈 大家 然後所有人拿筷子 然後往那個盤子往上撈 你想像它是七彩的 然後就很漂亮 就會被阿嬤罵 你就不要玩食物 不會阿嬤所有事情都罵 就不罵這一件 對 而且要越高越好 因為我們就是步步高深 那有多大盤啊 蛮大的 就是 就是那麼大盤 然後每一個人 有綠色的 紅色的 在撈的時候 就會像罵髒話一樣的講好話 四年快 對對對 對對對 步步高深啊 賺大錢啊 發了這樣 對 每一個人都這樣 好好玩喔 你再溫柔型的人 都會在那一刻 突然間就會飆出那種 變身 恭喜發財 對 而且 而且你要看你的對家是誰 有沒有仇 用力 因為我們通常會撈到對面的臉上去 比你好 我可以 因為你是往上往前撈啊 然後這個是完全沒有禁忌的事情 就是努力撈就對了 樹你健康啊 最高 然後弄到別人臉上去 趕快把它吃掉嗎 不用吃掉 就繼續撈啦 就撥開 就忍一忍這樣子 那為什麼 那鮭魚是什麼 捏捏有魚的意思嗎 對對對 然後 還有蠻多的 我忘了有一些什麼 青春永住啊 什麼的 有很多好一頭的蔬菜 什麼青春永住誰 哪一道我要吃 我忘記是什麼 就是裡面的配料 喔 因為我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我剛才特別問他 因為我就對 那個很有 那個撈那件事情 很有印象 所以報酬就趁現在了 哈哈哈 我祝你幸福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撈到對面的臉上去這樣 耶 書路馬路記得你啦 哈哈哈 賣光光啦 秒殺 對這種的 對 哦 撈身 撈身 然後還有一個習俗 是領紅包 然後呢 就是只要還沒 還未婚就可以領紅包 哦 所以我都很不要臉的 都一直拿 拿 照拿 為什麼 然後我 我同班同學那種 不嫌多啊 就是可能已經結婚了 我就去他家拿 哈哈 因為我們同領 陳詩要來 陳詩要來 他被給我 他被給我 玩耶 或者是有一些明明比我小的 學弟那種 但結婚了 照樣去他家 但是我真的覺得紅包 裡面包多少不重要 我覺得那個心意很重要 就是一個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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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菊水獎作家 你呢 你在過年有沒有什麼 你說現在嗎 還是以前我在澳洲居住的時候 澳洲啊 有沒有類似 哦 每一年當然都是要去那個唐人街 哦 唐人街 對對對 然後去那種海鮮酒樓 一定要跟家人 然後親戚 在當地的親戚聚一桌 其實跟台灣一樣 不就是外産 然後然後 然後印象最深刻 其實那個時候 去唐人街吃的時候 算是蠻熱鬧 就是會有舞獅 哦 對對對 舞龍舞獅 然後會到每一家的那個餐廳 去撒那個生菜 欸 我很好奇 那是一種吉利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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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徵 撒生菜 對 然後就 撒生菜 你放一顆那個雷德斯 放在那個那邊 哦 讓舞龍舞獅去吃它 去吃它 吃它 然後就吐出來這樣子 OK 然後就代表你這一年就是很 發了 發了 對 你們會去妙妙 會去妙拜拜 妙妙 這麼可愛 可以講點字 不是啊 我想說去妙拜拜 結果講成妙妙 哈哈 也是會啊 長輩都會啊 他們就是要去繞一下去走一下 在澳洲也會 是不是有什麼秘訣啊 就是什麼初級要去幹嘛 這我真的不懂了 可能就是要贏財神了啦 我們今天是初六 你知道明天就要開工 而且你知道我們聊到我們這個節目 已經要結束了 聊超級不夠 只叫我們來一個小時而已 我們現在 拿夠 這三點 真的是超級不夠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開心可以跟兩位 一起來聊 你在收尾就對了 對 因為小姐姐一直在那邊 繞圈圈我真的 我也是 真的沒有什麼秘訣 我真的覺得開心 然後你相信什麼 它就會變成是好的 所以那種 講得好 不好的你就不要相信了 這就是秘訣了 對嗎 然後呢 我跟你們講 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Have a nice day的這個演唱會 在上半年會有兩場 在小巨蛋 對 希望到時候大家都可以來 希望兩位到時候都可以來 好嗎 好 我深深祝福你們 希望我們今年可以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好的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開工順利 呦呼 掰掰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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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